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亚慧 欢迎收看台湾亮子来 今天节目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拥有百万粉丝的网红馆长陈之汉 遭人当街开枪 身中气弹,血流如柱躺在地上等候救援的时候 他仍然不忘开直播 后来嫌犯投案又扯出了黑道的争议 使得画图一路的延烧 而这一位一身肌肉出口成脏的网红 横敢讲也最具争议 2015年他是靠着脸书直播 宣传健身房 还有评论时事 骂出民众的心声而起家 短短五年 事业已经从健身房到运动服饰自由品牌 结合的电商卖食品海鲜 累积营收突破六千万之多 他在接受台湾亮子来专访的时候提到 为什么会把自己练到这么壮呢 其实跟童年被霸凌 却没有父亲可以诉苦有关 出生以来望族的父亲 在他七岁那一年就过世了 由于母亲并非正式 又带着两个孩子 生活并不容易 所以陈志汉童年一直在搬家 被打不敢还手 15岁他出社会送货 做粗工讨生活 后来19岁当兵抽中了海军陆战队 为了要替母亲省钱 才咬牙签下志愿意 一度他以为这一辈子就以保家为国为荣 但没有想到一通变化 遭人掉职拔街 人生从此大逆转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带您看陈志汉的故事 继续另一位也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人生挑战 他的转捩点也跟军队有关 圣言法师 庄严慈悲的红法之路 曾经获选为400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的50位人士之一 尤其他留下的12句真言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放下他 影响了许多人 圣言出生在贫穷农家 从小体弱多病 到六岁才有办法走出家门 文本念私塾当了小沙迷 他还俗当兵 遇上1949年的战乱年代 跟着军队到台湾当起通讯兵 而这一段颠沛流离的考验 一直到他39岁 在日本留学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 那当下忍不住哭着宣泄情绪 后来有机会见到资助学费的恩人 更是热泪盈眶哽咽好几秒 才有办法开口道谢 带你来看看大师背后 有血有泪的真实人生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选择会不会不一样呢 继续这一位主角 他就常常这样问自己 他还发誓 绝对不会再让母亲 为他流下一滴眼泪 这位61岁的欧光荣 在台南开海产店 靠着细心被料 手工翻烤的美味 吸引了一票掏客来力挺 不当地人最津津乐道的 是他每个月固定都会在周末 发爱心便当给需要的人 只因为自己年少轻狂 他开赌场 放高利贷 只醉金迷娶了三个老婆 又染上毒瘾 朗当入狱青年 后来戒毒当保全 做零食工 慢慢慢慢存钱 开海产摊 谈起了这一段 金盆洗手的日子 他可是花了十年 才重新开始 而送爱心便当的背后 有着留给辛苦人一口饭吃的心意 台湾两大水蜜桃产区 一个地方在桃源拉拉山 另一个地方在台中离山 卖香好的水果上市之后 剩下外表有瑕疵 或是预送碰撞破皮的 又该怎么办了 政大国贸系毕业的洪一熙 过去曾经在环山部落服役 好心帮老农民用网路行销卖水果 慢慢培养出了革命情感 他也发现了许多愁果被丢弃 或是当肥料实在好可惜 可不可以酿出台湾水蜜桃酒 保存当地最美好的滋味呢 退伍之后 他决定放弃美国念书的规划 带你来看这位罚宁节生 如何驱动农村的经济熊 滋味 延延下日 台南这一家爆冰卖出了好口碑 冰品上头这些配料 都是老板夫妻俩一大早起床 在厨房当天熬煮的 像是白玉汤圆 每天手工限量 吃得到糯米的嚼劲 另外还有蜜芋头 更是店内招牌 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 李面峰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头 他在年轻时混过黑道 一次改造枪支 不小心糖炸 从此留下了代价 50岁出狱之后 之所以大彻大悟 更入狱当天 他送女儿上学途中 孩子对爸爸说的一句话有关 带您一起了解 台湾亮起来 继续 正规大学 大家都知道 带您听过二代大学吗 这里头收的学生 是台湾企业的二代接班人 学校没有校区 也没有固定的课程 老师是来自各大企业的CEO 愿意免费传承经验 无非是希望新世代 不要出现接班的断层 当一个教室坐满 那身价可是兆元起算的 这一所大学的发起人是他 过去担任IBM高层 甲骨文董事总经理的李少棠 他拍手起家的传奇故事 从十岁上父 靠妈妈当清洁工 养活他和弟弟 从没出过国留学 却练出了一口外国腔的英文 小职员一路被甲骨文高层向重 拔着成为大中华区总经理 如今的他 还有了新的使命 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希望透过台湾亮起来 能够让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秀台湾 我是郭亚慧 我们再会